我们这一页当中,最底下,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要新增页尾 这是什么东西?你按一下新增页尾之后呢 这个东西是说以后每一页,像我们会做第二页、第三页、四页等等 每一页以下都要出现的,那叫做页尾 可以吗?那当然这个页尾,你这边比如说,你可以写说,这是谁谁谁制作,百全所有,百亿必旧 你可以打这些字,那这边可以一样是选字的标题、初题写题等等的一些,或者是超连结都可以 但是呢,我会把地图放进去,那当然你就是把上面的地图拉到下面来 不过我们还想页尾,它好像现在这个,恐怕现在的页尾只让你做文字的而已 所以,来,我今天来尝试插入地图看看 OK,选取 好,基本上它也在页尾的这后面 OK,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它到底有没有在每一页会出现 但是起码文字的部分会直接出现,因为我们这是加页尾 你可以把你那个比如说公司地址的文字打上去 OK 好,这是页尾的部分 然后呢,再来喔 好,现在假设你真的第一页也做的差不多了 你希望能够在网路上让人家看到,你刚才的预览的这个网址 人家会看不到的,因为等到你这个预览弯弯掉了 这个网址就不见了 就不是了耶 因为你看喔,这个预览网址是WJG87 来看一下,如果今天我再做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把它丢起来 它每次预览 诶,不过它现在预览做的是同 都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还OK,你看这个预览还是87J OK 那,但是你真正的网址要在哪里 在发布 按了发布之后 它要你取网址名称 可是要先讲一下 Google Site它的前面的网址会是这样 一定要有的 你后面再去取一个名字 但是呢 你取太常用的名字 那一定要英文 假设我随便取个IC1 诶,居然可以耶 太好了 我先暂时不要在这边用它 不然用掉就没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Travel 诶,你看已经有其他网站使用的网址了 你必须可能还有123 然后也有,你看456 你看 所以你的取名字 通常我会是这样子取 我会取我的缩写名称之后 假设这跟旅游有关系 我就取个IC1 Travel OK OK 这边打勾勾可以了 那你要记住 你用了之后 别人就没办法再用了 OK 所以 你今天如果这个网站真的是你要发布的 你就慎重取名字 你用掉了 下次你觉得我想要换一个新的 要再改一个取这个名字 你自己用掉自己的 你就没办法再使用了 OK 因为这个网址可以换 你可以暂时先 虽然有可能你未来这种网站 你想要当正式的 你现在可以随便先取个名字 比如说Test 18 0902 诶,你看是OK的 当你确定OK了之后 你就要按发布 对不起我就先用了 发布 发布以后 接下来 人家你要在 那个什么 你的网站上看 你要在你的网站上看 你就是 你的网址 别忘记哦 这个网址很长的哦 就是sites.google.com 斜线 View 斜线 然后 刚才是Test 我刚才是打Test 18 0902 你看 人家在真正的网路上看到我的 站台 就会是这样子 这个网址 OK 当然 如果你觉得这个网址很长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你可能必须要去跟某些 某些那个什么 那个网路的提供者 那个网路服务的提供者 比如说中华电信 等等的 你去跟他申请一个 或者是一些电脑公司 他会帮你代理申请 我们叫他申请一个DNS 那可以用GG.gg吗 呃 GG.gg也可以啊 但是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正式的感觉 因为如果很多人都知道那是缩短网址的话 当然 可以 你就用GG.gg 但是你等到GG.gg打完了之后 人家看你这个网址 他不一样会导成这个的网址 OK 就已经不是GG.gg的底下的任何字了 因为他只是一个导 他只是帮你做一个转换成一的长网址 再建议你看这个东西 可以 好 那不然你就可能要花钱 请人家帮你 或者是你自己去注册 一个 那个domain name 好 就是一个网址 你可以申请一个网址名称 OK 那网址名称对应的这个网址 对应大概 你可以说我要对应的大概是这样的路径 那后面就是你的网站的名称 就是前面是网站名称 比如说 www.ic1.com 假设这样我要去申请这个名称 然后后面的网页就可以 其实可以直接对应成这样这么长的 OK 那后面就是你任何网页 接下来就是网页的名称.html 等等的 可以看到后面的几页 但是先第一页 第一页 怎么做出来呢 这第一页的发布在云端上 你就是在这里 像如果我今天已经发布了 你可以再去用箭头发布设定 这个地方 这里其实可以再改 比如说我这边在01 如果测试用OK 按储存 你的就换成这个文字了 OK 好 那如果你真的哪一天忘记你的网址是什么 你就从这里箭头下拉 去把这一段抠下来 直接贴到另外一个页面 去看你的网页长什么样 那也就是这个网站 如果你确定是 真的是要完整公开 要跟大家讲了 你就可以 跟人家讲这个网址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东西 你只是想自己留着做记录看的 好,有些人会把这个网站 放在自己的笔记 但是我不想提供给别人看 那就这里 要求公开搜寻引擎 不要显示我的网站 也就是人家打什么 任何关键字 不会找到你的网站 你自己去用你自己的 记住自己的网络去看就好 搜寻搜寻不到 OK 好,如果这样子OK 那以后只要有修改 你都要按发布一次 有修改就要按发布 然后当然你可以直接从这里按 解释 你看,这就是你的网站 那一页的首页 首页就算不打 也可以 有一样是同样的网页 OK 好,来,请各位尝试做一下 发布的工作 好,做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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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